嗨 各位束褲們 我是崔武朗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極致耳機的良好散懷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手上的這一款 它叫做Palm Score 是一款在FlyMb上面極致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那它在極致結束的時候 有達到了1400萬的目標 那總共有5000多人參加 表示說它在網路上其實是滿多人喜歡的 我們就來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它有什麼良好散懷吧 你又沒東西了 我剛剛就在裡面了 網路卡 不用看 耳機的廠商叫做PetMate泰美特 它的網站看起來像是歪國人 它在國外也先募資了 但它實際上是一個廈門的廠商 Micro USB的充電線 兩組可以替換用的耳塞 這一個耳機之所以可以這麼受歡迎 我想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它的外型上面 這卷軸其實是它的充電盒 皮革的材質去做成的 非常的特別 那這個皮革材質其實不好做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用日本頂級和牛 成功的去把它做成的皮革 日本的頂級和牛本來就很稀少 那你要成功的把它做成皮革的話呢 其實也不容易 所以我們都剪成它就用 合成皮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正面上呢 有一個PetMate的資料 它打開的方法就是利用磁吸嘛 真的跟我們常看到的無線耳機 比起來是還滿有質感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邊有一個 Micro USB的充電孔 右邊則是一個如果你充電的時候呢 會顯示它有電量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它的第一個好處 就是它的外型非常的搶眼 它還做了一些比較細節上的不同之處 我們一般如果在使用一些皮革類的 比如說包包什麼的 邊條的地方 通常用金屬去進行裝飾嘛 去增加它的質感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蓋子的地方 做了一個金屬的設計 那它的邊緣都是做金屬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這個顏色真的是滿酷炫的 第二個我覺得這個耳機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耳機 本體非常的小 小小的一個 那這麼小的耳機呢 讓你戴在耳朵上就不會顯得很突兀了 我想這個耳機的大小呢 可以說是我們目前開箱過的真無線耳機裡面 體積最小的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它的規格好了 這款耳機一樣是採用藍牙5.0的晶片 然後它的耳機續航力是3.5個小時 這個盒子可以幫它充兩次的電力 所以帶出門大概可以聽10個小時左右 講完它兩個優點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令人覺得遺憾的三個缺點 第一個 這個耳機它的聽整器效應非常的嚴重 就是你戴上這個耳機以後 你在安靜的情況下 你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 然後你還可以聽到很明顯的呼吸聲 這個其實會造成一些困擾 因為它有IPX6的防水 所以你可以帶著它運動 我相信大家應該不希望在自己跑步的時候 除了聽到音樂以外 一直聽到自己的心跳跟呼吸聲嘛 那我們有試過換一下我們自己的耳塞 效果會稍微的減緩一點 不過因為你換比較大的耳塞 它就比較難塞到這個盒子裡面了 第二個 就是它的底罩還滿嚴重的 播音樂的時候如果音量沒有很大 明顯的聽到底罩的沙沙聲 這東西就會讓你在聽音樂的時候 有一些些微的干擾 那五塊剛剛想問說底罩聲怎麼來的 我們剛剛有說嘛 畢竟是用日本和牛去做成個皮 底罩就是來自於那個牛的 靈魂伸出 手發出來 所以你把那個疊聲錄起來放大 你會聽到 摸 第三個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 就看到那些音質不是那麼讓人滿意 我們剛剛有說到它聽整體效應很嚴重對不對 不僅如此它的頭中效應也很嚴重 或者是有人叫顱內效應 或者是尾內效應 或者是尾內瑞達 你在聽這個耳機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音樂 是從你的腦袋裡面發出來的 因為它沒有所謂的音場可言 所以你會覺得它的聲音 全部都擠在你的兩個耳朵 而且聽的時候還滿讓人覺得干擾的 你聽音樂的時候 覺得聲音是從你腦袋裡面發出來的 你又聽得到自己的呼吸聲 你又聽得到自己的心跳聲 所以我們在聽這個耳機的時候 聽了幾首歌過敏多久以後 我們發現我們的心跳會開始有點心悸 呼吸啊 心跳的節奏 會被這個耳機所發出來的音樂牽著走 有點不太舒服 但是我們因此獲得了一些好處 比如說我們剛剛接到迪士尼的電話 我們可以去演 心記憶功 對 三還是四十三 導演剛剛沒有打來問我們說要不要去演一下 背景就是死掉的那個雜魚啊 還不錯 欸 台灣人可以拍Marvel的電話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大的榮譽 講完它的趣味點 我們也來稍微描述一下它的聲音表現如何好了 這款耳機的第一瓶非常的濃郁 你喜不喜歡那種滿嘴的起司味 就是那種非常濃郁的起司感 濃郁到你把起司吃完了 嘴巴都還是起司的味道 如果你喜歡這種感覺 那我相信這款耳機可以帶給你差不多的感受 只是那個起司味變成是BASS 如果你是喜歡這種像夜店般海樣低頻的感覺 這款耳機可能會適合你 最後來講一下我們的結論吧 因為這款耳機它的募資價大概是那兩千塊左右 市售價會是三千 所以我們覺得如果你是募資的情況下 它有一個漂亮的卷軸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耳機本體 我們剛剛沒說到它是支援觸控的 又是藍牙5.0 其實兩千多塊的話我覺得是還OK啦 外型至上的話 那你就可以選它 但是如果你比較在意音質 你覺得聽整性效應對人來說 會是一個煩惱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可能要再好好考慮一下 我們也很想要多講一些什麼 不過因為它的特性 讓我們大家聽得不是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們只能說它不合我們的胃口 那假如你很喜歡這個耳機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講一些我們沒有發現到它的優點 說不定大家討論一下 可以發現這款耳機還有什麼不錯的優點 好 我們今天開箱影片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還有Facebook、IG跟科技網站 那我們就下一支開箱影片再見啦 掰掰 回覆我的留言 YouTube上稍年反滾吧 說我們帶這個TOTRONIC TT-BH-052 出門還是要帶線 沒錯 比較少耳機是你的耳機盒 上面就有這個充電線 其實有GenLab的樣子 我們分享了華碩GTX1660系列 下面米寶媽喜歡桌墊 我們也喜歡你 再留言 最後是IG的留言 華碩間book的顏色 MOMO說這個顏色很美 不只是你這樣說 我們的老編的女朋友也說這顏色很美 所以老編該買了吧 我去叫你老編